九把刀七千六百万元买进屋 给你透露一下为什么会分手吗 畅销作家及卖作片导演九把刀 去年批费美女记者周婷宇 导致交往十年的女友和她切八段 上个月还见她黯然返回 没有女主人的永和四号公园附近的旧宅 没想到她以悄悄计划搬离这个伤心地 什么刀大沦落到要睡公园哦 哎呀当然不是 苹果读者爆料 九把刀买下了邻近大安森林公园的一户私宅 哎呀打开房仲网页介绍 广告词出现住户品质水准高 哎呀这到底怎么知道的 哀家阿富问你有个水准吗 哎呀无论如何 比水准书局还有水准的刀大 可是豪气花了七千六百万元 真正要当住户品质水准高的邻居呢 不过呢回头看很有水准 单次会劈腿的刀大就宅在永和四号公园 新家还买在大安森林公园周遭 九把刀这个公园控 应该是考虑到方便六够吧 哎下次搬到这个公园吧 苹果鱼浪赖住户智商水准超高报道 苹果爆料拿奖第三周冠军出炉 建一百万人次争赌 直击罗南满身血女皇和救命 恭喜万小姐读得奖金二十万元 编辑部特别奖 完命国光司机看手机三分钟六十次 恭喜读者台中立小姐读得 编辑部特别奖奖金十万元 爆料的大奖活动即将截止 月冠军大奖两百万等着你 冠军大奖